2019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对本港经济造成影响,政府刚刚公布最新的失业率为5.9%,创15年来最高的水平。 不少应届毕业生都面对就业困难,而对于非华裔的青少年来说,可能因为语言能力所限,找工作就难上加难。 巴基斯坦越的马力在香港出生长大,在预科毕业后就开始做散工,三年前透过警察义工找到一份机场保安公司的职位空缺。 其实我当时是透过保释计划去知道这间公司的资讯。 其实我当时建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都担心我的中文水平可能不是太好。 他在2013年参与了油尖警区的保石计划,由警察义工免费提供中文班和课外活动给非华裔的青年,帮助他们找工作和提供职业支援。 马力成功在机场保安有限公司找到一份保安督导员的公司。 凭着自己的努力,晉升为保安队长。 透过Jamsung的时候,原来发现警察义工其实挺好的。 他们都很关心我们NEC的日常生活,譬如他们的难处。 我现在都有一些警察义工朋友,都不时会出来打球,都有联络。 巴基斯坦裔督察,文迪在2010年加入警队任职警员,在2017年进升为督察,驻守元朗警区。 而元朗警区的喜马拉雅计划,都有提供中文班等活动给当区的少数族裔。 文迪是计划的义工。 在元朗警区,主要大部分都是尼泊尔籍或巴基斯坦籍的人居住。 在这两个社群方面,可以透过我们做一个调量去接触他们。 得到知道他们在生活上,或者在这个社会上,他们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有什么我们警方或警队可以和他们做一些协调去帮助他们,去融入这个社区。 过去有不少参与警察飞华锐外展计划的年轻人,对此文迪一样,投身警队或其他纪律部队。 我当然会很开心,因为他们透过这个计划,去令他们成功投入警队, 为他们的理想,服务这个社会的贡献,我当然会很开心。 亦都很高兴见到他们做了警员之后,也会贡献这个计划。 例如会继续像我这样,帮小朋友学中文。 不同警区都有专门提供给非华裔的外展服务。 例如警察公共关系科,自2017年开始举办的跨纪律部队, 小数族裔青少年训练计划。 一个为期三日两夜,在八乡少年警信中心举行的训练营, 为小数族裔青少年提供纪律、体能和团队训练。 而训练计划还安排了参加者去到不同纪律部队参观和出席职业广座等等。 其实警察不是只有执法单一方面, 我们要顾及整个社区, 正正这个计划就可以我们由小去灌输一些知识给小朋友, 告诉他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让他们长大后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即使他们未必会投入警队, 但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定的贡献。 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的贡献。 如果我们下期待,